哈喽大家好,这一集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防滑底 防滑底的缝合方法啊,因为有的教程不一样 我之前讲的是毛线底的,这一节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防滑底的缝合方法 防滑底的呢就是我们用,不论你用白色的或者是主色线勾的鞋底 勾好之后呢,我们就是沿着,沿着这个鞋底给它勾一圈的,勾一圈的引拔针 这个白色的虚线就是勾引拔针形成的 嗯,就是比如,就比如说我们勾那个双层毛线底缝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也是勾的一圈引拔针,然后这个,嗯,像这个,这个鞋底就是白色的看得不太清楚 勾面,勾面看一下这一圈的辫子,像这个引拔针形成的辫子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勾好之后呢,就是,挑,挑着上面这一圈引拔针 然后勾的第一圈的白色,勾的第一圈的白色,所以就看不到引拔针了 然后,第一圈白色的是不加不减的短针 然后第二圈白色,呃,这个卡色的也是不加不减的短针 勾好之后,我就是直接给它留线头断线了 然后,来讲这个,呃,上这个防滑底 如果再勾的多的话,嗯,上防滑底就不太好勾了 现在呢,我们就是来勾,这个,来,你看一下这个鞋底 我起的16针,这个是防滑底上刚好的 然后,这个线,这个缝合线,缝合线呢,我们是绕鞋底三圈啊 就这样,绕鞋底三圈,就这样三圈,就足够,足够上防滑底了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防滑底,鞋后跟,对着鞋后跟,就这样 把这个线,就直接给它藏在后面 藏在后面,我们鞋后跟,中中间的位置,对齐 然后,在这里,入针,入针 好,穿针进去,我们开始上这个防滑底 嗯,大家如果没有,呃,后面,我是用胶粘了 然后,我就是把它,呃,缝的,缝的那个,靠,靠中间一点啊 大家如果没有,呃,酒精胶的话,可以把它往边上缝一点 到时候就是,不会漏这个边,呃,我们,我就是演示一下具体的方法 大家到时候,呃,像我这个,我用胶粘,我就是缝的,靠这里 呃,如果大家没有胶的话,可以靠边上一点,靠边上往外边一点,也是可以的 到时候就不用再粘了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用虚线缝的方法 我们现在,穿针,在这里,穿上来 穿上来之后,我们一边缝一边整理 斜边跟斜边要对齐 然后,下一针里 看一下,这个距离都要差不多啊 差不多的话,就会美观一点 然后,再下一针里,穿过来 就这样,用虚线缝的方法 好,就用这样的方法,给它缝一圈 缝一圈之后,然后再倒过来 倒过来再讲 好,现在我这一圈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现在就是缝的一圈,就是虚线的 然后我们呢,我们接着 再给它缝回来 还是针脚对着针脚啊 针脚对着针脚,给它缝回来 缝回来,倒过来 再把它,给它补齐了 不齐了,就是它就是实线了 就不是虚线了 然后这一整圈就完成了 好,我们就这样 给它缝合一圈,缝合一整圈 它这个线就接完成了 然后后面呢,大家自己 后面就跟着那个毛线底 上面第三圈的教程开始勾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